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派立场出发 越来越缺乏人道关怀了 所以你相比之下 现在男的眼光还不如女的远 你看我们这个义军 对吧 他抢贪成功 就是国家刚说可以放开生育二胎了 人都快生了 本来是香港就可以生育二胎吗 发改委是跟你传统好的 还怎么回事 你想应国家号召有点太着急了吧 我说实话 我几年前就遇见了中国会放开二胎的 是吧 因为那个人口政策的问题嘛 肯定 对对对 咱们都知道那线消息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一放开 真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你像网上都有那个 就是说二胎我行的时候 你说不行 我现在不行了 你说行了 而且咱们徐老师你知道 手机里发来个视频 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可以作为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义军尤其要带着你肚里的孩子 我看 要小心呐 要看看 要看看 来 我发过来的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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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出了 没出大呀 撑不下呀 没出小了 撑不下呀 这就是我的噩梦啊 你怕不怕 我怕 标题是什么 亲哥哥才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啊 你别看我 今天你看见我精神还不错吧 我前一段看心理医生了 啊 产前忧郁啊 轻度产前忧郁啊 真的 真的 我真的看心理医生了 你为什么觉得到了需要看医生的程度 对 就是医生劝他剃个头 不是这样的 我确实有一些这个症状 就是就是搂不住火有时候就就莫名其妙 火特别大 就是我自己知道不该发火的时候会控制不住 会丢东西 就还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跟我在讲话 我突然一下子觉得 我不能再听见任何人讲话的声音 就我得我要坐下来 就你不管你在说什么 你不能再说了 我就要崩溃了那种感觉 戴耳机 我就后来真的去看那个心理医生 那我也有这病啊 我还没产呢 然后呢 今天人脾气都很燥 耳开你有潜力 然后呢你知道吗 这个心理医生我看完以后就完全好了 你知道怎么好的吗 他说你就是产前 忧郁症 轻堵 但不是因为他把我说好了 是我一看账单 我就好了 忧郁不起啊 讲了两个半小时 太贵了 我不告诉你 反正一个小时都很贵了 我让他讲那么多 最最后讲了几句心灵鸡汤 还有点用 前面我觉得他说的问题 我自己比他还清楚 反正这种按时间算钱的讲话 我也参与过 我一面听人家讲话 一面不断的看 这就是药啊 这就是病就好了 最后人家也很体贴 怕把那个旁边那个钟啊 给叫停了 所以我说 很多人心里有毛病 实在是因为他挣钱太容易了 你知道吗 他吃了点挣钱 就没空闹心理毛病了 然后一下子就觉得 我振作一下算了 剪个头发 还比听他叨叨要好 但是就是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自己是这个独生子女 我都没有 我不是80后了 但是快要到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就是 也响应号召了嘛 我本来应该有个弟弟的 反正anyway就是变成了 是这个独生子女 然后80后 现在是人类历史上 仅存的一代吧 就我就觉得 没有体验过 这个家里面 有兄弟姐妹 是个什么 就我自己都没体验过 你说我怎么来两个 我怎么就是怎么教 当然 还有同一时期 有很多其他事的 这个发生 就让我对这件事情 会特别的焦虑 就你就是你们都是有有兄弟姐妹吧 有 但是我跟你讲啊 就是前两天的这个新闻啊 就是70后的这个父母亲啊 现在使劲调养身体 但是也没用 就是说 就接近 就女的 70后的到现在得40 接近了吧 就是到达你这个生育年龄的 这个上限 那个时候也没讲 女的到38岁 冷冻卵子 也那个时候又没有提倡 对 那就学校会议的太晚了 太晚了 对 就是 他就就就就很很 很胶着 而且呢 呃 还有一个真实的新闻 就是家里已经有个女儿 女儿长得也大了 然后父母亲琢磨着 要再生一个嘛 女儿就跟爹就说了 你要给我添个弟弟 我就给你添个外孙 就我就给你添个外孙 十几岁未成年的女儿 你要给我添个弟弟 我就现在抱个外孙回来 你就是 他就毒 甚至要自杀 就我就说 你觉得独生子女 他独性格上独不独 我自己就还好了 而且我女儿现在就是 他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好像是有点抗拒的 我问他 我说 你以后这个玩具 跟你弟弟分啊 他说分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说 不 他还是有点抗拒 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想了一晚上 想了一晚上 但是慢慢可能 因为大的那个是女儿嘛 他慢慢的 还是有一些这个母性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 他看见那个玩具 有时候会自己抱一抱啊 觉得像抱一个小弟弟一样 但是我有点担心 像刚才你放的那个东西 夸也融过去 有可能 有啊 有啊 我真的会不知道 怎么处理这种 所谓的这个手足 你的情感怎么分配 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人就说呀 说你也不要说这些独生子女们不好 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压力 好你给我弄一分遗产的 本来全是我的 你要给我弄一弟弟 给我弄一妹妹回来 这个爱都被分走了 关爱都被分走了 但你们自己是有手足的人 你觉得呢 我父母还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但你会觉得你生命当中 有一个人跟你分享啊 因为朋友再好都跟手足是不一样的吗 对吧 非常好 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我有一个哥哥 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比没有哥哥好好多 要不说我童年的时候就会挨更多的打 就是我现在记得的就是我小时候 我哥哥多少次帮我打架呀 你干什么了 跟人打架 不是让人大孩子 小新女同学 不是大孩子欺负我 甚至比我 你尿泥吗 甚至是比我哥和我年龄都大的 哎呦我很感动啊 就是我比我哥年龄还大的 那个大女孩子先欺负我 结果我哥就跟他奋战 跟打 哎呦打的我哥 其实 我那时候带小鲜肉 我那时候就知道女的打架 我哥这个这个满脸是血 看着我哥吃亏了 其实是那女的吃亏 但是男的打架 不就给你一拳 那女的我就知道 哇 抓皮肤 男的打内伤 就抓我哥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我就想起来 我哥小的时候保护我 而且呢 有一个是跟跟屁虫似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喜欢跟大孩子玩 老是跟在哥哥的朋友们后头 哎 他们都不愿意带我 但是呢 我老喜欢跟这个 他们玩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成长 好 不我觉得 整个国家这个人口政策的转变啊 你们讲家庭温暖啊 兄弟情义啊 太奢侈了 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话题 因为整个人口政策的转变 并不是为了照顾你们一啊二啊 家庭温暖之类 千万别忘了 现在二胎还是计划生育 他还是计划生育官 不过原来是一现在管二 计划生育并没有改 你看他那个整个 这个那个 那个集中全会啊 发表的那个东西 完全是从人口红利啊 说这个过几年啊 15到59岁的人啊 过了就九点几亿啊 就过了最高峰了 然后他下降了 就中国的整体人口 就是说管用的这个人口吧 要下降了 所以呢 要多制造一些劳动力 大概是这么一个政策 所以说中国人民多伟大呀 生不生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他们就说嘛 说那个上半年为国接盘五亏 下半年为国生孩 生亏 生亏 也要生得出来呀 对 我就说有时候你看 咱们这个周孝正啊 周周周周周正这个人大的一个教授 他讲的话 我觉得一般我们不应该采纳 但是 挺有意思 但是可以听 挺有意思 对 但是可以听一听 你看他就认为 就是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呢 经过了三十几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人们充分看到了他的弊端 最近这个政策终于改了 这是好事 我们叫他与时俱进 你看我学着周孝正说话 但是我估计呢 该生的早生了 没生的还是不生 以后的方向 政府会鼓励 不是生两个的问题 必须鼓励生三个 我想中国今后应该是这个趋势 三个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派对 就是主要是老外在那边 你知道吗 人家那儿现在是流行生几个吗 四个 我一在 那个派对上面 那个妈妈们 都是最少生了三个 我说这什么 他们说 因为现在觉得说 如果你负担得起 你就得生四个 显得你有钱 你知道吗 就显得你能够 那个承担得起 我说你们生三个四个 什么感觉 他说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家那个老四 是我们全家的这个 是the light of the house 就是说把我们全家都 特别欢乐 后来我琢磨来琢磨去 我说什么感觉 像不像那个阿甘正传里面 说你吃那个什么巧克力球 你就你不知道下一个什么味道 他生了生了就觉得 我下面一个 我想知道什么味道 越生越多越生越多 就好奇 但是你虽然讲有些 个别的 他们生那么多 但是你要从整体人口的 总体的增长率 是很低的 对不对 所以平均起来 可能一个都不到 日本现在还 法国日本那些 欧洲那些国家 对不对 客观事实是 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 人口增长率越低 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马银出当初讲的人口论的 一些基本要点 现在全过时了吗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就是说生产力的增长 能不能长远来说 能不能追上人口的增长 如果放开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 甲兄弟情义实在是奢侈啊 这个事情 不是 这个事情将来会不会引起 这个学术界的这个翻案 就比如说对于马银出这个人 该怎么评价 历史上对于他的观点 对马银出 现在是已经翻案过来了 因为他当年为了发表他这个言论 就北大校长都没得做了 对 他因为违反了毛主席说的人多热气高 干净 人多好办事 那么当然了 这个那个人口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的很大的社会问题 这个是已经成成定论了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又把马银出再打下去 不是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最极端的观点就是说啊 计划生育根本就是错的 就人完全不能够用这种逆天的节奏去这么来去管理国家 就是说你你你等于你代言上帝了吗 你你知道吗 有就是说生物界的有些个事情 或者说是人类的这个有些个事情 哎 因为啊 我就觉得这就像是说他们讲人生啊 不是做物理实验 你永远不知道当时如果不那样会怎样 你在物理实验室里 你可以把这小球再回到当初的实验条件再来一次 你可以比较 中国当时实行了计划生育和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 它是永远也没有一个事实证据来说明哪条路对 这个还是有 肯定有了 你现在有这么大的这个就业压力 你要想想 如果现在这个就业压力再大一倍 人口红利呢 人口红利呢 你是以50年为期衡量这个政策的利弊 还是以500年为期衡量这个政策的利弊 500年你就没办法知道了 但是50年是看得到的了 对啊 有时候在50年内有利的事情 在100年内可能必大于利 也有可能 甚至当年有人说了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啊 人口增加这么多 人口增加这么多 自会有这么多增加出来人口的出路 到时候会让这些人口做出他的贡献 或者说是自然就有那个办法 你说的很好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所有这些 不管是从50年500年来讲 还是从多还少还好 我们在得到一个顶层设计之前 并没有一个全部的 全民都深入的这么一个讨论 哪怕是学术界 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啊 人类历史上有 有有有有马尔萨斯 有马英出的 这个人口论一直有讨论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 你发现没有有讨论吗 对对 所以人类历史 现在不是有那80后就说了吗 我们是那个上下5000年 奇葩独一代 这人类历史 谁问过他们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讨论 当然我刚才就是为这个极端观点代言了 就现在比这一般来说 比这官方的这个这个叙述 还都是咱们这个经典的这种叙述 就是过去的那个东西 在当时的时候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做出了牺牲 做出了贡献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以后 我们应该到这个二胎 但你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一段历史啊 一段你可以看看当年的这个这个这个标语 他们现在都传 你记得吧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 超怀什么又扎 超声又扎 又饮又扎 又扎又罚 这都是真实的 你得看下边 这个你看这也挺逗的 他们说这是老标语啊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超声一个 现在这个新政策出台了 说紧急当地改了一个 就不准少生一个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少生一个 这就是运动文化 这也不真的真假 咱们看下边 一君 你生活在生活过在这个年代吗 我刚出生的时候是这年代吧 我告诉你 你看 你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我很想让他们知道一下 当年我们被被推销的男性美和女性美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样的女人啊 是美的 是美的 好家伙 经济搞上去 人口跟上来 你再看下边 呃 该生不生 后悔一生 该养不养 老无所养 这是当年的那个女红卫兵 就他们在网上 这家搞的 你看 怀上来 生出来 养起来 就是不能打下来 那个 这都是网上的调侃 哎 调侃 徐老师 你有什么高见 我个人觉得呢 从家庭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呢 是不应该计划生育的 这我非常同意 这个是人的天生的权利 其实马尔萨斯也是这样说 他的人口论 就是基于这么一个人性的假定 就是人 他是要生育的 男女在一起的 但是呢 从经济上来讲 从政治上来讲 呃 全世界大概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共识 就是地球 我们不讲中国 就地球上的人口 总体上如果增加太快的话 地球跟不上 就目前的资源生产力跟不上 这不是讲某一个国家 就总体上 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学生 但是这个 这是一个主流的 经济学的基本的观点 但会不会也可能人多了 他就自然有个办法 对啊 那你希望是这样 但是目前来说 他们算下来 你说一个是几何级增长 一个是 你这个 你可以用这么几个 显明的例子 可以看得到 就比方说 呃呃呃 阿拉伯世界 人口的增长 跟经济的情况 跟欧洲 经济发展的情况 跟人口的情况 你看我们刚才讲过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经济发展的 文明发展的国家 这个因为生小孩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像 但是具体到像目前中国这个政策 我想不能太快地下结论 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而且你现在啊 你一放开好 也应该马上跟紧着做研究 看假如今后几年 比方五年十年 多生出来的这些小孩 大致上是在怎么样的区域 什么样社会的家庭 嗯 你明白 你又要干涉人家 不是干涉 但是你要做调查研究啊 你别忘了二胎也是干涉 没有超出计划生育 政府干涉人类生育这个情况 在中国目前并没有摆脱 别的政府也干涉生育 对呀 他们是鼓就是以鼓励 引导吧 对应该在日本人家生一胎就给钱了 对啊 那你在别的一些国家 那些就人口越来越少的 他们也都是鼓励你 就给你钱嘛 但是为什么他人口会减少呢 就是因为他们充分考虑到一个小孩 你要把他生出来以后 你要对他以后一系列的负责 对不对 哎 你就说了 你为什么还生一个呢 你为什么给他找个弟弟 他放该为他 或者妹妹呢 不不 我 其实我真正是什么 就是说 一开始呢 是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这个 这个独生子女 没有体验过 有兄弟姐妹 所以有一个会比较好 而且在香港也是这个允许的 那么到后来 现在这个越来越近 这个现实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又觉得 哎呀 我当初好像没想清楚 就他其实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那我采访一下 你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 你也是得了精神病 对吧 就是说 哎 你 对了 我的精神病还是被你吓出来的 我以前挺乐观的 我有一次来录节目 他突然跟我说句 哎呀 哎呀 一君啊 你知道女人生两个孩子就完了呀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对 我是病毒嘛 但是我就是说 你生活里 你是独生子女 你反省自己的这个一生的时候 当然这一生还很长 你反省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某些不快乐 或者说是不愉快 或者说你的反思你自己的某些缺点 你会觉得这跟你是独生子女 你会有这种猜想吗 跟你是独生子女有关系 有一个很奇怪的是 因为我大多数同学也是独生子女 我就挺难比较的 我会觉得还是自己性格的关系 如果我当时就周围还有一个人 我就没法想象那个感觉 因为我大部分同学 他们都那样 对 我就觉得有些问题 我是没有答案的 需要更科学的调查 比方说大家就是说 独生子女自我为中心 独生子女都特别自私 觉得印象式的说法 对 是我跟你说今天的年轻人 我接触很多人 的确是这样 可是我又觉得我们这有兄弟姐妹的 也很自私啊 你这也没什么区别 它是个人性 它都是自我中心 对吧 你没有一个比值 再有一个就是 好比是说好像说有兄弟姐妹的 比较懂得考虑别人 也不见得 比较懂得分享 那以前古代皇帝那个 那个夺地杀来杀去 没错啊 你那个临时连人都杀了 最近最近巴黎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孔习啊 三兄弟嘛 那这是打仗亲兄弟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说 一起死啊 如果是这个独生子女将来 你说这你说这意思是好 还是不好呢 就是说兄弟多 不一定人就高尚 对对对对 对对啊 他们那个阿拉伯人是 以一定要生三个男孩 为为基准的 就是说如果因为你有个家庭 他有四个老婆嘛 他就分开生嘛 又擦花嘛 我就觉得不管怎么说 就是独生子女的话 你有一点是肯定的 当你父母老的时候 你承担的就比别人多 这个是一定是肯定的 我现在就想 如果我有多一个兄弟姐妹 可能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可能会有更大的痛苦 痛苦 哎 这个现在很多 看你摊上什么样的兄弟姐妹 对啊 很多兄弟姐妹 那闹的那可跟仇人一样啊 你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事啊 总之咱们说的这个叫自然 也很难说 你比如说 就像咱们这几天讲的 巴黎的这个孔习 现在世界翻管 我发现很多人在朋友圈里聊 都聊到了移民问题 有些话 政治不正确 说出来很难听 可是呢 谁也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 这欧洲 你看 移民 来吧 可是你这个国 本国的人不爱生孩子 移民 他们爱生 他们慢慢 你的人口比例 而且你就是 宗教信仰不同 文化不同 哎 你说融合 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去 你怎么说呢 巴黎 法国现在的 伊斯兰教的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十 你想百分之十是什么概念 美国的黑人就是百分之十 但是你想在美国文化里 黑人有多少的表现 你看 打球 音乐 各方面在美国的黑人 这个百分之十是到处看得见 可是在法国文化里边 所以我们典型的法国文化里边 伊斯兰教的东西能看得见吗 过去是有的 就是七八十年代 他们那时候性解放的时候 就是他们特别喜欢找外族的 这个男的 而且觉得我们长得好看 我还真觉得 你讲五百年的事情 我现在想起来了 五百年伊斯兰教肯定胜利 因为小孩多 但这倒是真的 哦 这一点是 这倒是肯定的 我们最大的武器就是 就是女人的子宫 这个倒是真的 因为他们四个女的 然后每个人在下 四个 他不一定四个 他鼓励生育 最多四个 学老师全年想这四个 当然中国以前七八个都有 对不对 我们要回到那个传统 那比较困 那四个也是基数 也是可以更多的 咱们还是 不是 真的是可以的 只要你可以对他们都平等对待 他不分妻妾嘛 就你可以平等对待 你多少个都可以 中国现在惨案 中国现在杭州 一个教授已经提倡 要几个男的和一个女 对对 有这个消息 解决光棍的问题嘛 对吧 所以最后 咱们还是这个 就是大融合吧 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有就是拿人家那个张艺谋打茶 说允许生二胎了 张艺谋一家哭晕在厕所 交了几百万了 对 方管嘛 他本来他不止二胎 他还是超过了 哦 对 所以还是应该交 一个也 多交了一个 一个也不能想 所以某是仔细看他的电影 都是有伏笔的 我的父亲母亲 一个也不能说 还有有话好好说 有 是吗 英雄 没错 而且秀才预兆兵 有理说不清 那大红跟龙 大红跟龙 秋菊打官司 你看全都有关系 哎 张艺谋的电影 其实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 对 你包括你说的一个男的几个老婆呀 这是大红登龙 高高怪呀 对 一个都不能少啊 这是贫困地区 这个孩子的教育的问题 我的父亲母亲 对不对 你说到底什么问题 社会问题 说到底都是生育问题 都是下一代的问题 你对生孩子有恐惧吗 你认为你能教育好两个孩子吗 我以前是没有这个恐惧的 现在呢 慢慢有了一点 没错 传到桥头智慧值 对 后来我也觉得人家也跟我说 这个小孩啊 除了跟你长得像以外 其他东西都不知道是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他们说是不是独生子女 我观察很多小朋友啊 我确实感觉到极度的自私 就是那种 就是说 哎 我的玩具就是我的 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他在他自己家里啊 他气壮 他在自己家里 小朋友到他家来玩 他就 小朋友一拿一个什么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三岁以前 他的我的意识是很强的 对 什么就是我的 什么都不给 这是父亲家 父母今天就很担心 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喜欢 三岁以前他们就是这样 而且是你不要强迫他去分享 他是后来慢慢会懂的 他第一个培养的这个意识就是我 哎 这是他三岁以前的一个表现 小孩子 不是我能口这样子的调整的 要你 一岁以后